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5月7號 下午5點 今天正式服務開啟的情境探險的獸魔鬼機 我之前我有錄過 重走一次 有玩家問我說這個怎麼走 那我就再錄一次 錄之前我們來聊一下團隊影真 團隊影真目前來說我是屬於遊俠隊 因為這個遊俠打高傷還是比較方便 然後他的角色也多 如果你要推圖啊 推城鎮或是青小兵都OK 那基本上為什麼我會是這個遊俠打王族呢 其實我本來是這個生化族的 就是那個伊索爾德族 但是因為我有一個這個洪家的這個盧克雷蒂亞 因為之前一直有在講嘛 我在努力的練盧克雷蒂亞 就是為了推36張嘛 反正就是慢慢抽 有5000轉就抽 有5000轉就抽 結果抽的進度還比我的那個無克的 無克的先風浮小二還要慢喔 總而言之就是他重點就是在鑽30 鑽30其實就可以用了這樣子 所以我是這個怨模組的 那另外呢就是按照一些這個網路上面 都會有這個團隊影真的一些打王攻略啊 像是這個滿血的老鼠 德雷斯 其實都是屬於這個可以看到一些打王的組合 然後阿塔莉亞其實也有 那賽西列亞是降王的攻擊力 然後那個什麼 還有這個 拉庫 浣熊 那浣熊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就是個後期之秀啦 就是基本上你把主要的角色練完之後呢 你其實就可以把拉庫放在這個新運氣那裡面囉 好 然後所以說大概這一些都是一些這個可以上場打王的角色 那當然埃隆萊卡這些基本的角色當然更不用講了 那至於說戰士的話呢 戰士的角色的話主要就是存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戰士 戰士的話主要就是存這個伊索爾德 然後索羅斯又或是趴趴熊這樣的角色 女騎士也是可以齁 女騎士這個有家具也可以 那這個輔助的話 欸 輔助的話我們這樣直接看比較快 不對 我怎麼點到半神去了全部 輔助 好 那輔助的話呢 像是這個盧米蘇喔 然後女僕齁 雷恩是最重要的齁 雷恩雙子這兩個最重要 然後希拉斯啦 然後這個莫塔斯 這些都是這個可以擺上去 然後一直從一開始就存到後面體力的這個角色 其實團隊在玩到現在呢 基本上大家戰地已經不是問題了 然後主要考驗的是團隊合作 跟存體力的這個精髓喔 怎麼樣這個體力存得剛剛好 然後才可以這個王打的比較多周末 所以說一開始拼命的這個去打地啊 這個去搶地啊 這個賺資源喔 反而不是重點 因為那個一開始 上很多角色 然後打資源打很快 但是你到後面沒有存體力的話 這個主要是打Boss一次要打48點體力喔 那一天 一天也頂多就是回這個96點體力而已 所以說這個前面沒有存體力的話 就基本上就是注定會打不高傷喔 好 所以說團隊演真是一個打高傷的藝術 好 那前面3分鐘我們聊完了這個團隊演真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獸魔鬼姬怎麼玩吧 那今天早上我已經解完了 所以說還是有小小卡一下 不過至少還OK啦 這個他只有一個地方有可能會重來 那我們就走一次看看吧 好 首先是走過來 走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先踩這個 踩了之後呢我們把球球打出去 打出去之後呢這個上面要記得 因為到時候回不來喔上面這邊有個大寶箱 不好意思 拿完之後呢然後就開始走路這樣子 那一路上呢有敵人就打 因為這個小怪的這個後面都會有一些這個小寶箱 那我們這邊小寶箱我們就簡單帶過這樣子 就是有敵人就打 好 然後我們就這邊 這是第二個 應該算是第二個 謎題 那前面下面區域的謎題其實都不會 所以都不會有那個需要重來的那個狀況 所以說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先丟一個 這邊先丟一個那個雪球 然後我們站在這個上面 然後呢再去點這個擺錘 然後撞過來OK 那下面門就開了 那這邊有個小敵人 敵人的這個左邊就會有這個小寶箱 通常這個有敵人的附近就會有寶箱 所以這邊等一下我們敵人這個能跳過我們就直接跳過了 好然後就是第三個下面第三個謎題 這個流程比較多一點點 那第三個謎題的話我們就先看看喔 我們先這邊先射一炮好了 碰 好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擺錘也要發射一下 好我們就打 敵人難度都沒有很高啦 唉唷 剛剛那個骨鞭長大了齁 他吸收了那個那個屍體喔 這個對方死掉他也會吸收這個 他們自己有捐的這個屍體 好我們這邊發射 好壓上去了 好這邊連續即開了齁 然後另外這個球發射一下 蹦 好射過來了 好過來之後呢這邊也是一樣齁 哪邊有球哪邊就推 好推過來 然後我們就先去下面 下面這邊有一個擺錘喔 那我們就先打這隻敵人 這個有小敵人的話附近就會有小寶箱 小寶箱就是看到就直接拿小寶箱還好 好我們這邊齁這邊要推兩次 推一次過來再推一次上去 這樣就OK了齁 所以說下面這樣就解決了 好都解決之後呢上面會比較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齁 其實也還好啦 他其實就是照著順序齁 也沒有說什麼要先繞上面 他其實就是由下而上 然後就走完了齁 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先把下面的敵人清一下齁 OK這邊清完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齁 嗯 哇這邊還有幾隻敵人齁 那我們先清一清吧 這些都是紫色的遺物齁 好OK還剩一個敵人 欸火之劍齁不錯齁 哇好久沒有玩冰火之劍齁 想到以前啊玩這個時光之劍齁 想要這個 想要越極解時光之劍齁 都是要靠刷冰火之劍齁 好那到這個地方呢 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先怎麼講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球先推過來齁 這邊齁最左邊 先推一顆球齁 推過去 好這樣子齁 這邊動來動去我們就 就先不要管他 總而言之呢 一開始不要去碰上面的這個地方齁 一開始不要碰上面這個地方 其實基本上就OK了 好 然後呢 再來的話應該是我們走這邊好了 好我們走這邊了 這邊會有兩顆球對不對齁 不要懷疑直接兩顆球都打上去 打一顆了齁 擠在那邊 再打一顆 連續打兩顆 好 打到這個地方 讓這邊齁 這邊就有一顆球 好推過來了 門打開了 好那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卡住了 所以說這個 我們就走不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輸送帶 轉到另外一邊去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動 動這個機關了 好這個機關動下來之後呢 因為他回不去了齁 所以說這個這個一開始不要動 動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發射一個雪球 好了 那雪球就滾過來了 OK那這樣就已經結束了 齁 那這個奇境探戟走到這邊呢 就算是結束了齁 因為到後面的話就沒有難提了 就只剩下這個兩個敵人而已 好 最後的倒數 倒數最後一隻敵人 有遺物的敵人齁 有遺物的敵人齁 但是我覺得應該現在 對於大家來說這個奇境探戟的敵人應該都不是問題了 好然後最後一隻敵人就是五惡魔 好這樣就結束了齁 五惡魔解決之後呢 最後就有一個大寶箱 好拿完就結束了 OK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這個獸魔鬼姬的這個攻略流程喔 好那希望說這個流程有幫助到大家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喔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